哈喽大家好,这里是画师萌 上次讲了侧脸画法 但还是发现很多小宝贝还是更爱正脸 那么本期就叫宝贝们有脸就行的一个正脸画法吧 和之前的侧脸教程一样 我们先画一个正圆 然后在上面画一个十字形的线 这里的横线就是我们的眉毛所在的位置哦 另外要注意纵向的那条线要稍微往下画的长一点 在圆的下方大概四分之一直径的位置画一条横线 这里是下巴的位置 在眉毛和下巴的中间第一点就是鼻子的位置了 然后我们在眉毛位置线 鼻子位置线和下巴位置线所形成的两个线段之间 将我们的眼睛和嘴巴的位置标示出来 眼睛大小看宝贝们的个人喜好来 但有两点一定要注意 第一是两眼之间的距离大概能塞进一只眼睛 第二则是眼睛外侧到脸的距离要大致相同 然后我们画一下脸的转折线 注意脸的转折的地方跟嘴角 差不多是处在同一水平线的 可以先画完一边之后直接复制一层 在边际变形里找到水平翻转 然后将它移动到对称的地方 就可以拥有一个完整的脸型了 然后我们降低一下辅助线的透明度 先建涂层 将它的线稿画出来 这时不要忘记画上耳朵哦 耳朵上端的位置大致与眼睛处在同一水平线 而下端大概与鼻子在同一水平线 然后宝贝们就可以开始偷懒了 同样是将涂层复制一层 然后使用水平翻转大法 然后将翻转好的另一半脸 摸到合适的地方就可以了 接着是脖子 我们可以在眼睛的内侧画两条竖线 和脸颊的交叉点就是脖子的位置哦 长度大约是三分之一的头长 最后我们在头顶到眉毛的中间 画一条弧线来代表我们的发际线 给人物套上头发就好了 那么本期的绘画小教程就结束了 如果宝贝们有什么想学 或者想知道的绘画小知识 可以打在评论上 或许你的问题 就会是我们下一期的选题 记得长按点赞加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